我可以来回穿越岛堂潮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仙人 老李这个家伙 都俩月没来了 不会一直沉迷在这兔女郎的衣服里吧 看来我这是害了老李啊 就在苏晨喃喃自语地说着的时候 门口来了一个豪华马车 哟 老李来了 怎么今天没骑电三轮啊 然而这时候停下来的马车上 下来一个女人 苏晨眼睛一缩 这不是老李的媳妇吗 她怎么自己来了 难不成老李出了什么事了 小郎君 救救陛下 快点想办法救救陛下 陛下 陛下有那莫多大将 干嘛让我去救 小郎君 老李就是当今皇帝 大唐如今之主 什么 当今皇帝就是老李 卧槽 我竟然和当今皇帝拜把词了 想到自己曾经对老李说过那些 在古代来说就是大逆不道的话 出了一身冷汗 幸亏这是李二 心怀宽广 不然 说不定早被咔嚓了 那 你是长孙皇后 你是秦琼 你是程耀金 对 没错 我靠 这是组团来演我呀 对了 嫂嫂 老李咋了 小郎君 地下中了土拨的奸计 如今被围困在高原之上 他们只带了五天的食物 现在应该全部吃光了 小郎君 你快点想想办法 什么 攻打土拨 这老李怎么突然攻打土拨了 这以后可都是一家人啊 现在老李应该是弹井凉绝了 恐怕有生命危险啊 可是土拨距长安足足有上千功力 看来需要买一架直升机 才能营救老李 系统 打开系统商城 不对 这直升机我也不会开啊 购买飞机赠送开飞机技术 系统一句话打消苏晨的顾虑 可是当他看到直升机的价格之后 卧槽 这也买不起啊 宿主可以租借 是否兑换 哦 兑换 苏晨话音刚落 只见一个五米长的直升机 出现在系统空间内 510武装直升机 一有16枚火箭弹 装配两支16毫米航空机枪 不错不错 看来救出老李是没问题了 小狼君 你可有办法 嗯 有办法 老秦 老长 我需要你们帮忙 小狼君 只要能把陛下救出来 你让我老城上刀山下火海都没事 是啊 恩师 只要能救出陛下随死无憾 走 咱们去找个宽阔的地方 你们往后退一退 随即苏晨一招手 武装直升机出现在苏晨面前 非常时刻 苏晨也不准备对他们隐瞒系统空间的事情 卧槽 神技啊 这是神仙手段啊 小狼君 叶 这是什么啊 这是直升机 快上去吧 不然晚一秒老李都有可能有危险 听好了 我负责开 你们两个负责操控武器 随后苏晨把武器的操作告知了程咬金和秦琼 做好了 起飞了 说完 苏晨直接开始拉升直升机 卧槽 我们这是上天了 飞起来了 程咬金和秦琼两人彻底惊呆 不敢相信这一切 他们居然能飞了 长孙皇后睁大双眼不可思议地看着慢慢起飞的直升机 天呐 小狼君真的是仙人 看来陛下有救了 在轰鸣声之中 武装直升机越来越高 你们快看 田上是什么东西 我靠 世上怎么有这么大的鸟 这是神鸟吗 你们看 神鸟肚子里好像有人 快跪下壳头啊 不然就被抓走了 系统 你确定这个红点就是老李被围困的地方 叮 回答宿主 这就是李世民的位置 听到系统肯定 苏晨直接把速度开到最快 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向着红点驶 小狼君 这速度太快了吧 如同长剑升空啊 我看 这次肯定能救下陛下 我王 您真是神经茂萨 竟然知道他们会在河谷安营扎寨 现在的大唐军人已经断粮一天一夜了 我觉得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几天 他见识了大唐军人的骨气 哪怕没有食物 还都是无所畏惧 一往无前 看得松赞干部都是心生佩服 可惜 这等铁军都要亡在这狂妄的李二手里了 继续给我发起进攻 陛下 吐蕃人的进攻又一次被我们击退了 我大唐将士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 还能把吐蕃人打得丢盔卸甲 能够指挥这种军人战斗 实乃朕之幸事 可惜 朕害了你们 朕不应该大意轻敌啊 李二字则说道 对于这场战斗的全部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陛下 魏国公在陪朕冲杀他一次 傻个痛快如何 陛下 识君之路 忠君之事 何惧哉 可惜 我看不到贤弟惊讶的表情了 本来朕这次拿下吐蕃 就准备跟贤弟摊牌的 我想 到时候他脸上的表情一定会十分精彩吧 陛下 现在回长安城的探马 应该已经把陛下被围困的消息告诉小狼郡了 他或许有办法 太迟了 这里距离长安千余里 就算是武林神车也要一天一夜才能赶到 等到贤弟倒了 我们或许都成了尸体了 除非贤弟会飞 不过我也不希望他来到这里 这么多敌人就算贤弟会飞也是充满危险 李二想到自己的贤弟 也是嘴角露笑 自从认识苏臣之后 对大唐的改变十分巨大 就算自己死在这里 城前也应该能接过皇位 或许在苏臣的帮助下 能比他做得更好 李二拿出苏臣送给他的对讲机 贤弟 再见 再见 老李你别这么消极嘛 贤弟我来救你了 谢谢你